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的指挥部 类似这样的指挥部在附近的山区中竟然多达十几个 八路军115师为什么要在这片山区中建立这么多的指挥部呢 是为了伪装还是每一个指挥部都曾经发挥过作用呢 暴独固是一座山的名字 它位于中国山东省藻庄地区的丘陵地带 这里山巒起伏 地势复杂多变 一手难攻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 曾经以暴独固为核心 创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115师依托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与侵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扫大 115师政委罗荣环带领施政治部核心机关 在暴独固以及附近的山区与日军展开了种种周旋 足迹遍及暴独固以及附近山区的大小村庄 在白龙湾村 湖沟村 韦湖村 前新赵村 葫芦套村等众多的地方 留下了多个指挥部就职 那么 罗戎环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 与日军进行周旋和斗争的呢 1940年4月 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和加强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统治 调遣了8000多人的兵力 分别从中国山东省的义县 临仪 沸县 邹县 滕县 滕县等地 对暴独固山区根据地进行大扫大 消息传到115师指挥部 罗荣环立即组织召开了反扫荡作战会议 如何粉碎敌人的这次扫荡呢 大家在作战会上七嘴八舌各出奇招 有人说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 在红军时期提出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并归纳为16个字 也就是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方针 现在日寇的扫荡依然是敌强我弱的格局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敌进我退的方针进行战斗 在耐心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 罗荣环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战术 让在座的人们拍案叫绝 这是一个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战术 但同时也充满了风险 大家在深深佩服罗荣环的战斗智慧的同时 也着实为这个战术可能存在的风险捏了一把汗 罗荣环说 咱们可以把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16次绝灵活运用一下 不但采取敌进我退的方法 而且还要趁敌人的包围圈上位收缩 把我们的主力部队翻到敌人的后方去 在日军的后方发动袭击 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 这样既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 又可以有效打击敌人 只要我们的主力部队能打胜仗 就能打乱敌人的部署 粉碎日扣的这次扫荡 这个战术后来被称为翻边战术 接着罗荣环对这次反扫荡战斗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除了施机关率领特务团的两个营留在内线 与前来扫荡的敌人进行周旋外 其他主力部队都被安排到外线 从背后拖住敌人的后腿 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激动 留在内线的施司令部 政治部和中共鲁南区党委都分散活动 其中有罗荣环率领施政治部机关 只带一个连的战斗兵力单独行动 计划确定之后 罗荣环说干就干 带领着1154政治部机关和一个连的兵力 在暴独固山区和前来扫荡的日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由于人数少 部队行动起来非常灵活 经常是说走就走 行动非常迅速 让敌人屡屡扑空 政治部的战士们都说 跟着罗政委最安全 完全用不着担心 在烦扫荡中 胆大心细的罗荣环把游击战的种种技巧都发挥到了极致 有一次 尸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 罗荣环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 掩护机关转移 途中 转移的队伍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 放眼望去 河上只有一座独木桥 如果要从桥上过 部队就只能改为一路纵队 这样行军的速度就会大大减慢 罗荣环果断要求部队放弃使用独木桥 改为徒步射水过河 到达河对岸后 部队战士按照惯例 要把独木桥拆除 阻止敌人的追击 罗荣环望着独木桥临机一动 他对战士们说 拆了独木桥 敌人也会涉水过河追我们 倒不如我们把徒步涉水过河的痕迹都抹掉 把独木桥留给敌人 等他们到了岸边 就让他们排着队慢慢去过吧 战士们都乐了 说 还是这个方法好 于是战士们找来了一些树枝 把河两岸的脚印通通扫掉 顺利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 115师政治部几乎天天转移 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 但每次都能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 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罗戎环 虽然只带着很少的战斗力量 却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灵活穿插 轻松突破敌人的层层围堵 一天拂晓 人们还没有起床 哨兵突然发现了敌情 不巧的是 罗戎环所带的那一个连的兵力 恰巧离开了政治部 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此时 保卫罗戎环和政治部机关的 只剩下一个警卫牌和一个班的兵力 罗戎环马上命令一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 他自己则亲自带领另外三个班的战士 爬上村旁的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 在山头上 罗戎环发现 东西两个方向都有敌人的部队在接近 而在山的北面 却只发现了几匹无人看守的大洋马 怎么只有马却不见人呢 罗戎环想了想对警卫班长说 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 把羊马牵来 警卫班的三个战士悄悄地绕到山下 摸到大洋马附近侦查情况 这一看不要紧 几个战士惊出一身冷汗来 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 就在离那几匹马不远的地方 他们急忙赶回山上 向罗戎环报告所发现的情况 罗戎环毕竟身经百战 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 不要着急 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 在等一等 果然不出罗戎环所料 北面山下的敌人虽然近在咫尺 却没有发现罗戎环和他的部队 而东西两翼的敌人虽然看起来离得很近 但山路崎岖一时还绕不过来 罗戎环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行动 直到他估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 自己才开始转移 而此时敌人离他已经不到二百米了 就这样 罗戎环带领着八路军1150政治部机关 突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包围 就在罗戎环与敌人巧妙周旋的同时 真正的战斗打响了 原来1150的主力部队已经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了敌人的后方 狠狠地打了几个漂亮仗 使扫荡的日军顾此失彼疲力于奔秘 1940年4月下旬 转入外线作战的1150教导大队 在顾口与当地的日军和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日军的主力部队都在暴独固山区进行扫荡 被罗戎环的小鼓部队牵着鼻子 团团转 压根没有想到自己的后方会有1150的主力部队出现 一仗打下来日军丢盔卸甲 哭爹喊娘 紧接着 1150-686团在费县西北部的刘宇镇和长庄地区 再次击退日军八百余人的进攻 然后又在陈家庄一带打死打伤日军四百余人 就这样 每次战斗消灭几百名日军 几次战斗下来 脉尾扫荡的敌人就开始受不了 再这样打下去 无论扫荡是否成功 后方失守倒会变成一个事实了 随着日方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 扫荡的日军乱了分寸 再也无心恋战 渐渐的前来暴独固山区进行扫荡的日伪军 开始收缩兵力 撤回据点 到了1940年5月5日 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此次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第115师一共与敌人交战30余次 打死打伤日伪军2200多人 交互了很多枪支弹药 在这次反扫荡过程中 证明罗仁华使用的战术是一个成功有效的战术 当时这个战术并没有明确的名称 1942年 罗仁华才把它正式命名为翻面战术 这个战术最大的特点是敌进我进 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我们只留一少部分部队在根据地与敌人周旋 主力部队趁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翻到敌人的后方去 这样就能够有效的牵制于敌人 翻边战术是罗仁华根据毛泽东主席 关于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 在深入分析和研究了 鲁南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之后 创造性的提出的一个灵活有效的军事战术 从1940年起 罗仁华创造的翻边战术 在八路军鲁南抗日根据地屡建其功 多次粉碎清华日军 对抗日根据地的扫大